煩惱 再懂好眼前的view 讓我享受 不用人陪 卻要我最愛的一頁和愛情 酒量很差嗎 我酒量 一問就問這個喔 你怎麼講的 酒量 我酒量很差 我要打起精神 所以酒後都會胡言亂語嗎 胡言亂語還好 但是我會笑點很低 然後一直吃東西 很適合今天 現在還有辦法說就是得獎的心情 得獎的心情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女歌手的時候 還滿有一點期待的 對 然後我很想要從那個 拉拉學姐她的手上得到獎 沒有的時候我就已經覺得 接下來的專輯獎我其實也不期待了 就是放棄了這樣子 所以當下很沮喪嗎 一點點覺得可惜 然後就整個 整個金曲獎覺得很好玩 然後就穿漂漂亮亮 然後也稍微那個 對 他們出來見見大家這樣 然後覺得整個過程很開心 然後如果有得獎會更開心 所以我後來就是在放空了 放空的狀態 我在猜會是六王呢 因為剛剛六王得了男歌手 然後 但是我又很欣賞 Ugly Beauty這張專輯 我很喜歡 然後我也想著 OZ還有艾姨聊會是誰呢 我在猜的當中 Eason就吸 然後 然後 哇我真的吸油的時候 我就 有點愣了 等這樣瞬間 等那一插到九零爆的 對 對 有沒有很意外 他就是握著我的手 然後他替我很興奮這樣子 然後覺得很感謝他 你很充分嗎 1901 我一直都是 我 從小 從小 就是大概 國中的時候吧 沒有想到有一天會 跟大家一起 坐在這裡 然後 等待頒獎 就是握到他的手 很不敢相信 拿下個專輯會覺得 拿下你歌手更開心 這個很 很尖銳的問題 我老實說 就是女歌手的時候 就是覺得 唉 有點蠻期待的這樣 因為我很怕我在台上 太淡定 太冷靜 講話的時候沒情感啊 然後 我如果 唸得太乾乾的 然後我如果沒有哭啊 什麼的 我都又去想 然後後來發現 我其實站在那個舞台上 得獎這件事情 真的忍不住 會叫出來 所以我 叫了不止一次 耶 我都覺得 大家會覺得我吵 然後我還繼續叫 這樣子 忍不住